马天宇爱潮曝光 凌乱的像个出租屋 一看就知工作有多忙 那马天宇是从一个选秀节目出道 他的那首歌曲该死的温柔风靡一时 其实他出道是很不容易的 也经历过许多的波折 虽然现在有很多人喜欢他 但是他出道的艰难 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的 他总是给人一种非常体贴温暖的感觉 而且还热心工业事业 觉得他像一个孩子一样 他其实长得特别清秀 也是一个实力的演员 演过特别多经典的作品 塑造过很多经典的角色 他的性格也特别的好 非常的天真而且纯粹 有很多人好奇他现实生活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他究竟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中 有着什么样的房子 装修风格到底是怎样的 其实他还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一直是乎别人的房子生活 家里整体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装修风格也是以简约为主 如果他家看起来也特别乱 可能是因为不经常收拾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工作太忙的原因 墙面是以白色为主 还使用了一些比较清新的图片进行装饰 透露了一点文艺小清新的感觉 墙面上的图片大多数是他自己的图片 也能给人一种比较会生活的感觉 厨房选择了一个开放式的厨房设计 这样的厨房显得更加的有利用空间 空间非常的大 他的厨艺还是非常好的 选择这样一个空间 可能是有更好的心情去做饭吧 在厨房的旁边有一个简易的家庭版的健身房 里面的健身器具还是非常齐全的 作为一个演员还是要求自己有一个好的身材的 而且经常健身对自己的健康也有好处 他家的沙发选择一个碎花图样 很像是东北风格 没想到他还有这么活活的一面 感谢观看